滑稽至极 苏日交战 日军炮火 竟然专打自己人 猛烈攻向日军冲锋士兵 二战中存在感并不高的苏日诺门罕战役 苏联胜于战略 日本败于沟通 一场大战 双方心态未免变化 日军指挥官更是切服自尽 这场战役中出现了哪些阴差阳错的事件 战争的结果 对双方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支持一下 1939年5月 日本驻扎在维满洲国的军营 捡到了一只大肥羊 那就是蒙古警备队 他们在进行日常巡逻工作之时 大多会顺带完成放摩的劳动任务 通常情况下 哈拉哈河是他们不会设责的地方 虽然这里并不是中蒙两国真正的巅径 但由于地区敏感问题 蒙古人都选择敬而远之 可羊群有时不受人力控制 他们非要越过哈拉哈河 蒙古警备队拉也拉不住 见到一群蒙古人来 为满洲国哨所中的日本士兵炸的锅 他们正愁没机会找蒙古的麻烦 没想到对方现在竟然送上门来 关东军一直计划通过蒙古 对北边的苏联发起进攻 此前 他们已经通过对峙 情报交流等方式大致摸到了苏联军队的位置 万事俱备 只差对蒙古搞事情 现在 飞扬送上门来 关东军自然笑骂 很快 蒙古警备队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蒙古人伺机报复 夺取哨所 关东军以此为借口 向北进发 直逼苏联大军 与此同时 苏联也及时做出反应 不管是出于对蒙古的援助 还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捍卫 苏联人都坚信 苏日之间必有一战 前面的小打小闹都只是开胃菜而已 5月下旬 日本骑兵部队在偷袭蒙古军队时 突然被神兵天将的苏联军队包围 执行偷袭任务的日本人自然都是轻装上阵 身边没有攻击性较强的重型武器 可是反观苏联这边 坦克火炮装甲车面面俱倒 一个不少 轮番朝着日军招呼 当时的日本将领还没来得及为成功偷袭而高兴 转头就被苏联军队的子弹给打成了筛子 骑兵部队惨败 日本23师团的第一指挥小松原道太郎气急败坏 他拿到战报 拍案而起 发誓一定要在战场上找回场子 重创苏联人 师团剩下的2万多名士兵都被他搬到了战场上 不仅如此 他还拿出了关东军的秘密武器 他亲自找到日本第一战车师团的指挥官 请求对方协助他 把日本珍藏的坦克战车全部派上战场 要知道 日本士兵擅长冲锋战和近身搏斗战 灵活轻巧的武器经常在他们的阵营当中露面 像坦克这样的重量级武器 很少出现在两军阵前 可见 小松原道太郎确实是下了狠心 日军在变阵 苏联军队自然不会一成不变 他们派出了大兵团指挥经验丰富的大将朱可夫 他紧急赶往诺门海坐镇大局 这个人就是后来代替斯大林 参加红场阅兵仪式的军中大元帅 他的出现就像一根定海神针 让所有苏联士兵全部稳住了心神 他告诉大家 苏联现在必须改变战略战术 用轰炸型战略和干扰型战略结合的方式 模糊日本人的视听 所谓轰炸 那自然就是一如既往的重力出击 战斗机 坦克 大口径火炮全部上阵 对着敌人疯狂扫射 虽然这样做有些浪费弹药 但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挫伤敌人的锐气 中国人打仗讲究一股作气 再而衰 三而解 苏联人同样也有这方面的意识 轰炸就是要让日军灰心丧气 至于干扰战略 这还是苏联军队实验性质的尝试 他们通过对磁场的破坏 和对无线电信号的追赌拦截 切断日军不同阵营的通讯信号 使他们在战场上无法及时传递信息 现场情况本就瞬息万变 只要沟通交流出现问题 他们的节奏就一定会被苏联人彻底打乱 朱克夫果然是苏联宝贵的军事人才 他的战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天空战 苏联战斗机带满火药 开足马力 轮番轰炸日军飞机和日军驻扎地 他们飞行速度很快 换班的速度更快 日军想要捕捉 却抓不住他们的踪迹 三天过后 苏联战斗机虽然遭受了一定的破坏 但日军的战斗机体系却直接被摧毁 空中武器用不了了 日军只能发动地面进攻 小增原道太郎引以为傲的坦克部队 此时也重磅亮下 他信心十足地对部下表示 只要他们亮出王牌 一定能够很快扭转不利局面 让苏联军队吃不了兜着走 可惜 他这个大话说得太早了 日本的坦克 在苏联坦克面前根本不够看 他们在进行坦克设计和研发时 大概充分考虑到了 本国士兵个头矮小的特征 所以日本坦克也是袖针坦克 适合日本人使用 可苏联坦克却如同战斗民族一样 个个都是标形大汉 体积庞大 吨位也是相当可观 二位侠目相逢 后者马上可以对前者实现重量级压制 日本坦克也能用 可却无法发挥指挥官计划中的威力 看起来颇有些可怜兮兮 没有办法 小松原道太郎只能改变战术 撤下坦克 号令师团全员出动 与苏联士兵近身作战 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 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得到淬炼 确实不容小觑 很快 他们就占据了上风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苏联人的干扰战略起了作用 日本侦察兵看到双方乱成一团 连忙给后方的日本坦克兵团 和炮兵兵团发信号 让他们暂时停止炮弹发射 不要误伤了自己人 可是此时信号已经被苏联提前切断 他们传输的信息 无法被炮兵们准确接收 换言之 炮兵只知道侦察兵发来了消息 却不知道消息到底是什么 他们想当然地以为 这是侦察兵再给自己信号 前方战场已经清理干净 他们又能开工了 于是他们毫不犹豫 把炮弹装膛 对准正前方的战场 快准狠地轰炸 这下可好 日军和苏联士兵本就打得难舍难分 现在全被日本人的炮弹一锅端 倒在炮裹中的日本人 可能死也没想明白 堂堂的大和民族男人 竟然死在自家兄弟手里 看到这一幕 侦察兵急得跳脚 疯狂给炮兵发信号 打得正上头的炮兵 又愚蠢地以为 这信号是让自己加大攻势 于是接下来更加上头 毫不夸张地说 可能将近一半的日本士兵 都死于日军炮兵的轰炸 小松原道太郎见识不妙 赶紧明金收兵 即使及时收手 已经造成的损失 还是无法挽回了 接下来的硬仗 只许胜不许败 否则 他没有办法向陆军总指挥 和天皇交差 紧接着 他想了个最龌龊的办法 往河水里投放细菌 这个无耻程度和汉朝时期 不死或拘病的匈奴 有得一拼 既不如人就玩阴招 难怪日本人始终无法获得对手尊重 虽然苏联早做防备 没有中招 但朱可夫还是被深深触目 维坚二十三师团 此事不做 更待何时 他们再次出动大型武器 对准日本的防御攻势 狂轰慢炸 日本人之前做出的所有努力 全都复制一具 剩余一万日军 也被苏联军队团团围住 求生无门 关东军紧急对他们做出支援 但增援部队的矫程赶不上苏联人 他们还没来得及与二十三师团会合 就在半岛被截住 两面屠杀同时进行 二十三师团在无抵抗之力 被苏联军队打得分崩离析 没有东山再起之可能 增援部队猝不及防遭遇攻击 来不及变阵 只能硬扛 最后没有完成增援任务 自己也是损失惨重 1939年9月 日本再也撑不住了 他们紧急向苏联政府 发去停战申请 请求前线朱可夫 下令停止进攻 这份申请 名为停战协议书 实则为日本的投降书 苏联政府接受申请 诺门喊战役这才结束 用这一仗 苏联彻底打服了日本人 过去 日本还对西伯利亚的能源资源 心心念念 想要窃取远东地区的权益 现在 日本是什么都不敢肖想了 这场战役 让苏联人守住了远东一带 也守住了战斗民族的尊严 过去他们落败 被日本政府看清 现在 他们让日本政府 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于日本而言 诺门喊战役 使他们对敌我实力 重新进行评估 也让他们把北上的计划 变更为向南行进的计划 从此遇上苏联人 他们再也不敢叫嚣 至于吃了大败仗的 小松原道太郎 他被日本政府 免去了所有军事 见到那么多士兵死去 见到第一战车师团 变成如今的落魄模样 他再也没有颜面狗活于世 失去军职 他更是无路可去 一把武士刀 被他送进了自己的肚子 切服自尽 这是他为自己写好的结局 交兵必败 这话用在日本人身上 是一点没错 过去他们战胜沙俄 后来便以为 苏联军队同样是一群乌合之重 他们败给了朱可夫的战略 败给了苏联士兵的执行能力 也败给了自己的狂妄自大 谢谢大家